大家好,我是舰长蔡兰普 大家去早餐店有吃过中式的咸豆浆吗 我们把豆浆加入了醋之后 加上白醋之后,它会就凝结成咸豆浆 那除了豆浆之外 其实牛奶我们加了醋,它也会凝结的 那我们今天这一集跟大家解释 为什么像这些富含蛋白质的豆浆或是牛奶 它加了酸之后,它就会凝结 那这是什么化学原理呢 这要从他们的成分开始说明 好,那蛋白质的主要成分是氨基酸 氨基酸一般我们的绘化方式会把它降化 这是中央碳,这是一个缩基酸 这是个氨基,所以才叫氨基酸 那氨基酸旁边会有个策略 策略可能有20种不同的变化 造成我们生物体内有20种不同的氨基酸 好,那一般课文上是这么化的 但是在水溶液中 这个氢离子会解离掉,这边会变成负电 然后这边氢离子会连到这边 这时候你这个氨基酸会出现这边带负电 这边带震电的状态 使得它维持一个即性高的状态 那这样的状态有助于氨基酸在水溶液中 跟水分子做作用 比如说这边有水分子COOH 那H这边是带部分振电 它就会跟这边的负电端做作用力 同样的对面的负电这边 它也跟水的氧这边带负奔负电的 这边形成作用力 所以当我们氨基酸融于水的时候 它事实上它的结构应该会变这边是O负 这边应该是H振在这边 形成一个即性蛮高的一个分子 那这样的状态会因为你水溶液中 氢离子浓度的多或少而改变 例如说我们在酸性浓液中 氢离子浓度比较高 这时候呢我们这边维持H振 但这边的O负会变成OH 甚至我们的策略也有可能会 接收了氢离子而变振电 这时候你整体来看 我们氨基酸会偏振电 那如果你放到一个碱性浓液中 OH负浓度高的 我们这边氢离子会掉下来 去跟OH负结合 去做酸碟中和 这边维持O负 那我们的策略它的氢离子也可能会流失 或是其他的物质发生变化时 它带负电 所以在碱性浓液中 我们氢基酸整体来讲会比较偏负电的 那不同的氢基酸 它在不同的酸碱溶液中 也会有不同的带电情形 一般而言 越酸性的环境之下 它氢基酸的上面的电荷 会越偏向震电 越碱性的环境之下 它氢基酸上面带的电荷 会越偏负电 只是不同的氢基酸 它的带电情形会有不太一样的情形 比如说看这个 这是个氢基酸A好了 它的测链我用A代表 那这个A这个测链 它对于氢离子浓度变化 它可能会有不同的反应 以这个来讲 我在很酸的环境之下 我的这个测链带震电 当我到这个酸碱溶液的时候 它就不带电了 它的氢离子可能流失掉 所以它不带电 甚至到了更减的情况之下 它带负电 那整体来讲 这个氢基酸 它在这个PH值之下的时候 它身上所带的静电荷为0 这边是正 这边是负 所以静电荷为0 所以我们说 它在这个PH值的情况之下 氢基酸A电荷为0 那酸一点呢 它就带震电 再减一点呢 它就带负电 另外一个氢基酸B好了 它的测链是B 那假设一开始 它的这个测链带了两个震电 它可能接了两个氢离子 那之后变酸 再变酸 再变酸 它越来越酸就变得很正 那如果越来越 如果它现在呢 是比较减的环境之下 它的身上带电就比较负 那像氢基酸B来讲 它在这一个PH值之下 它的电荷才会形成 静电荷为0 所以在这个PH值 往酸一点走 它就会带震电 往减一点走 它就带负电 好 所以你会看到 不同的氢基酸 它在不同的PH值之下 它的电荷会不同 如果就以它电荷 静电荷为0的情况之下 这个氢基酸A 要在比较酸一点的环境之下 那氢基酸B呢 要在减一点环境之下 所以不同的氢基酸 它在不同的PH值时 它所带的电荷不同 那我们就知道 蛋白质是由氢基酸所构成的 所以不同的蛋白质 因为它带着不同的氢基酸的状况 它在不同的酸减的环境之下 它的带电情形也不同 但是各位也可以看到说 其实就是越减的时候 它会越偏负电 越酸的时候越带震电 那我们继续看 说当我们到某个PH值的情况之下 这个蛋白质上面 所有氢基酸的电荷总和 为电中性 正等于负的时候 我们就称这个PH值为这个蛋白质的等电点 也就是它整个蛋白质上面的电荷 呈现正负相抵消相同的电中性情况 叫等电点 电荷相等的PH值的点 叫做等电点 那因为蛋白质带的氢基酸不同 所以不同的蛋白质 它的等电点的PH值就会不同了 像这个蛋白质甲 它就是要偏酸性一点的环境之下 它的PH值也许 比如说PH值等于5的时候 是要等电点 这个氢基酸可能是PH值等于 比如说8的时候 它才是要等电点 好那我们知道说 PH值会改变氢气质浓度 进而改变容易中 蛋白质的电荷情形 那蛋白质的电荷情形 跟它的沉淀的一个情形 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来看这个示意图 如果今天你的蛋白质的情况 是比较偏正电的 它的静电荷为正电 那蛋白质跟蛋白质之间 会因为电荷的相次而互相分离 一分离就融解于水了 因为它们分开之后 旁边都有水 去把它包围起来 就融于水了 那通常的 如果你的电荷是比较偏负电的 那负电之间也会相次 它们之间距离也拉近 压远了 所以也属于融解状态 但是如果你的PH值 落在它的等电点的时候 这时候它的静电荷为零 可是本身又部分在正电 部分在负电 就会发现它们不会相次 而且正电端跟负电端 会形成作用力 负电端跟正电端 就会形成作用力 它们蛋白质之间就形成作用力 而凝集沉淀了 所以等电点是蛋白质 最容易凝集沉淀的 一个PH值的情况 好 那蛋白质假的 等电点是在这个情况之下 所以当PH值 我们刚刚说 蛋白质假的PH 那个等电点是5 所以在PH值5的时候 它就会沉淀了 那刚刚所说的蛋白质 它的等电点稍微高一点 它是PH乘以8 所以必须要等PH值到8的时候 它才会沉淀 换句话说不同的蛋白质 它的等电点可能是酸性 可能是碱性 所以并不是所有的蛋白质容易 加酸都会沉淀 要是属于等电点偏 酸性的蛋白质 它在呈现酸性的容易中 才会变成成淀凝集沉淀 那如果你的等电点是比较高的 是等电点比较高 那你必须是在碱性容易中 它才会到等电点的情况之下 它才会互相吸引而沉淀 那在其他的PH情况下都溶解状态 好 所以这边我们知道说 原来容易的PH值会影响蛋白质的电荷 一旦蛋白质在某个特定的PH值 它的电荷达到等电点的时候 那它就会宁极沉淀 好 那我们回来看我们刚刚的主角 豆浆跟牛奶 那豆浆里面最富含的蛋白质叫大豆蛋白 它的等电点经过研究 大约是PH值4.5 是一个酸性的环境 一般的豆浆大概是6.8到7 换句话说平常豆浆的电荷 平常豆浆在它的酸减值的情况之下 我们上面的大豆蛋白应该是负电的 因为这是偏碱性的 PH值比较高 PH值比较高 所以OH负比较多 好 这时候你的大豆蛋白是偏负电的 但一旦我加了酸进去之后 就有机会让它的电荷 接近于它的等电点 它就会进去电的电中性 一旦电中性它就沉淀了 所以在一般的豆浆 它的PH值是接近中性的时候 它不会拧集沉淀 但你加了醋 让它的PH值下降 而到达它的等电点 它就会沉淀了 好 这是大豆的部分 大豆蛋白是豆浆的例子 那如果是牛奶呢 牛奶中最丰富的蛋白叫弱蛋白 它的等电点跟豆浆有点接近 就是4.6左右 一般牛奶的PH值是6.6 也是偏中性为弱酸 它平常带的是负电 因为这时候它是 它的那个PH值是带它的等电点的 好 所以这时候 一般的牛奶中的弱蛋白 它本身是带负电 一旦你加了酸之后 它的那个PH值 就会接近于它的等电点 这时候一旦到了等电点 这个弱蛋白的电荷 就形成电中性 就会凝集沉淀了 好 那我们来看几个实验的数据 这是大豆蛋白 我在不同的PH值之下 去看它的溶解度 它的溶解度最低的这个点 就是它的等电点 等电点减成PI 那我们是要说大豆蛋白 它的等电点大概是4.5左右 这是它溶解度最低的时候 也就是说当你的PH值 假设本来是这样子 好 我看到加酸加酸加酸 你的PH值不断下降 一旦到它的等电点 它的溶解度自然就下降了 好 这就是为什么豆浆加了醋之后 它就会拧集沉淀 变成咸豆浆 那牛奶也是一样的道理 牛奶中的弱蛋白 这个研究是拿不同动物的 乳汁中的弱蛋白做研究 发现它的那个等电点就是溶解度最低的点 大家都落在4点多 就在这个位置 好 一旦你在平常的这个 它的那个酸点是在这里好了 我加了酸 加了酸 它就会不断的那个溶解度下降 它就开始出现凝集沉淀了 好 所以以上我们说明了 蛋白质本身的电荷会影响它的凝集的过程 而容易的pH值会影响蛋白质的电荷 一旦蛋白质它的pH值达到它的等电点时 它的电荷就会呈现电中性 它就比较容易凝集沉淀了 好 那我们这个方面的说明 各位可以看这些参考资料 我们下期再见